大家好 我是水晶主播 大家今天周日好吗 今天呢开始哦 听说天气在下个礼拜 会开始变 逐渐的变冷 而且听说到12到14度 你有没有看到水晶主播 毛衣都已经穿起来了 而且现在接近了 大概下午5点钟的时间 大家是不是觉得 肚子有点咕噜咕噜 饿了呢 不过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啊 真的是 嗯 我们肚子饿了 就要吃东西嘛 对不对 不过今天要讲的就是北韩 北韩为了解决粮荒 竟然北韩宣导哦 官方宣导叫民众去吃黑天鹅 黑天鹅 导播可不可以Cue一下 黑天鹅的画面 因为我知道小说子 可能会摆天鹅 黑天鹅都是什么 什么谁谁谁是谁的黑天鹅 什么黑天鹅风暴的时候 才会用的 好 金正恩官方宣导大家 有去吃黑天鹅 来这个解决饥荒 还有人 因为饥荒的关系 因为从2020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就把这个 整个是北韩整个封闭 肯定起来了 饿到要去吃草 甚至去年金正恩还叫大家说 乌龟的肉非常好吃哦 所以呢非常充满了蛋白质 所以可以去吃乌龟 那今年呢 他今年不但要大家 要所有的人民到2025年前 都要少吃一点点 而且呢连捕鱼也禁止 因为他的原因非常非常的奇怪哦 今天的暗用韩国通全程直播 还是有收看的话呢 你全程收看的话呢 还是有机会收这个 抽这个韩国美食的 今天就是来讲这个 解决洋荒啊 北韩的宣导民众吃黑天鹅 美味又有医疗价值 到底怎么回事啊 真的是没听错吗 因为呢北韩的执政共 执政共党机关报 劳动新闻呢 他讲说北韩为了宣导 就是民众吃黑天鹅肉 还说了他有 美味有医疗的价值哦 水晶乳博士认真的查了一下 天鹅肉确实是可以吃的 而且天鹅是一种大眼鹅 可以烹饪的方式非常非常多 而且呢有蛋白质 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 然后呢另外呢 天鹅是怎么讲呢 是名贵的真情 所以呢人们呢 就是说他是纯洁中成美丽 我在想这应该在讲白天鹅啦 那民间呢甚至就是 中国民间有说 闻到天鹅香神仙想断肠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是这样来的 不过吃天鹅真的是不OK的 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他虽然有高到高蛋白 低脂肪低胆固成的 这个最佳的这个保健食品哦 不过因天鹅肉被世界卫生组织 绿色食物之首 随着人工饲养 吃天鹅肉不吃贱难事 但是天鹅是国家保育类的动物 这边问你这是重点 他是天鹅呢 是国家保育类动物 真的野生的不要吃 但是怎么会叫 已经饥荒到要去吃黑天鹅了呢 我们看一下刚刚我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闻到天鹅香神仙想断肠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这个天鹅肉我是有这个Q字 两张这个天鹅肉的图给大家看一下下 这个做成两道菜的画面 这个就是用天鹅肉去做的这个菜肴啦 但是你想想看天鹅这么的美丽 你吃得下去吗 呃北韩这个这次呢 就是出招解粮花轩让民众吃天鹅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他们从2019年初哦 就研究了繁殖黑天鹅做食物的来源 并且要求这个学校工厂 企业种植粮食这个作物 饲养鱼类 因为他们的这个等于是说 诶其实我在这个等于是说 在韩剧里面看到的北韩 可能他们都吃马铃薯啊 或者是说一些干粮啊 这些东西或者是米饭这些东西 然后这一次呢 因为真的是北韩的这个粮食短缺 一般人吃饭都成了问题咯 他北韩官方声称 要大量养殖黑天鹅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 而且大推黑天鹅肉 不但美味还可以防癌耶 为了要大家吃黑天鹅说可以防癌 而且他还叫北韩这个金正恩啊 他就是说他自己都减重20公斤啦 诶要人民少吃一点点啊 在2025年 诶可是你知道吗 北韩这个缺粮金正恩 下令叫大家吃少一点点 联合国表示啊 三类的北韩朝鲜人可能会饿死哦 因为近日呢就是北韩的粮食短缺危机加剧 尤其冬天快要到了 民众未来三年少吃的话呢 联合国表示呢包括了这个儿童老年人 以及监狱在压的人员 这三类人可能会最快饿死 那北韩最快在11月份 也有南韩的机构是表示说 真的是饥荒太严重了 所以现在北韩最快在11月份的时候 要可能可能啊 会打开中俄边境 以疏解这个经济的困境哦 这个北韩缺粮金正恩要人民 2025年吃少一点 我也是觉得有一点 我觉得有点难难以那个 那饿死就饿死啊 怎么叫少吃一点点呢 因为呢北韩人觉得说 如果呢重新开放北韩与中国的海关 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我刚刚提到 为什么他们要到2025年 要叫大家少吃一点 北韩人民觉得非常的失望 因为他们担心没有办法 熬过这个冬天了 因为现在都要吃黑天鹅肉了 更别说坚持到三年后 消息人士表示啊 北韩的居民表示说 越来越有没有对这个政府 没有这个信任感 因为他们说 要我撑到2025年 少吃一点不是要饿死吗 而且真的是有人觉得说 他们没有认为说 最高的领导者金正恩 没有意识到粮食缺 短缺真的到底有多么的严峻 为什么人口约2500人的这个北韩 常年缺乏粮食呢 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从2020就是就是 COVID-191月开始之后 就是北朝鲜 简直就是北韩 它关闭了所有就是 边界防止COVID-19 在地传入 更使国内的食品跟日用品 根本就进不去 而且重点是 里面的这个 等于是价格都涨价了 加剧了粮食的这个 短缺的危机喔 待会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大概涨了多少 而且现在联合国的 粮农组织也表示说 朝鲜可能会有 适成的人 人口营养不良 这个数字蛮可怕的喔 2021年北韩将短缺 86万吨的粮食 大概是两个月的消费量 7月份的时候呢 世界粮食计划署呢 是表示说 在这个东北季风来之前呢 超过1000万人 大概约占北韩人口的40%呢 会面临粮食短缺 我觉得营养不良 但是缺粮就算了 为什么连鱼 捕鱼 他们旁边有海啊 为什么连捕鱼 有压绿浆对不对 为什么连鱼都禁呢 因为金正恩 这时候又来了 他不是说2025年不能 要知道他至少有点 金正恩呢 我们的金正恩认为 COVID-19可能会透过海水 或者是走私的管道传染 所以呢 他要防疫啦 所以呢 因此全面禁止渔民出海捕鱼 所以 鱼也不能吃啦 肉也不能吃 然后里面呢 因为东西进不来 粮食又短缺 他祭出这个 出海的这个禁止令之后呢 令许多的渔民无法 无法这个生计 真的是苦不堪言 养殖水产的也没有人照顾 现在是已经逐渐的腐烂了 官方称呢 这个根据疫情的辩方决定是否要开放 最快最快要到年底耶 这个我觉得这个冬天大家都说 今年的冬天冷特别快 而且会特别的冷 所以真的北韩在这个部分喔 真的是要加快脚步 不然真的是 今年冬天都等不及了 如果没有加快脚步开放的话 可能等不到2025年啦 今年大家可能40% 我觉得可能超过都会饿死了吧 真的是让渔民都跳脚 那些渔民都可以吃 但是就是让它在海上腐烂 因为要防疫 好 那还有人说 北韩的人要求说 这个多吃黑天鹅奥梅酸 那吃素怎么办 吃素连鱼都不能吃 然后就是叫大家吃黑天鹅 还能防癌 澳洲的媒体就说 公园里的黑天鹅是最美丽 大家看到这么美丽的这个生物 能想象能包在面包里面吃吗 我真的连想象都没有办法想象 我相信是真的没有办法啦 真的是让大家傻眼 他宣称 对啦黑天鹅我们查过 天鹅是的确有营养 非常美味啦 但是真的 你要人家宣称说到抗癌 要大规模的养殖 而且现在北韩的东海岸 当然看到画面 已经在成立了这个养殖中心 以工业规模的方式来养殖黑天鹅 宣称美味的黑天鹅肉 是极健康食品 他甚至说这个有药用价值都出来了 能提高人民的水平 我看到我觉得我还蛮觉得这个 我还蛮觉得就是蛮认同这个 澳洲的这个媒体啦 黑天鹅这么美丽你吃得下去吗 对那当然就是说还有更夸张的是 到底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到爱的迫降里面 他们就是都是吃一些泡菜呀 有一些饭对不对 那我不晓得就是北韩在这国内 进行这个黑天鹅的养殖场 然后如何分配这些鹅肉啦 那我们现在就连线一下 就是我们每一集都会上 我们安妞韩国通的这个 连线资深的韩国文化研究者 陈老师 陈老师在吗 陈老师 你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你有没有觉得真的 你是怎么看这个 北韩民众要吃黑天鹅 有看过更夸张的吗 对那我们那个北韩的金正恩欧巴 我看上次有看留言 好像是有人说金正恩是那个 大叔没有啦 我都叫他欧巴 那我要说的是 这个新闻其实也非常有趣 我把它定掉就两个字 我先说结论啦 就是什么 宣传 宣传 为什么 各位观众看一下 为什么北韩这时候要释出这个讯息呢 比如说刚才说他们在养殖 黑天鹅啊 或者鼓励什么 国内的民众多吃黑天鹅 然后刚才我们整理主播有讲到 黑天鹅不是有很多 比如说可以有什么抗癌啊 也是所谓的什么 就是保育类动物嘛 可是北韩为什么要养育这些东西 然后还可以告诉外面的人 说他们现在在吃这种美味呢 其实就两个字宣传 为什么 其实他打到出一个现象吧 就是要告诉外界的人说 其实他们在国内的话 他们不只没有什么所谓的饥荒 或者是粮食不够 他甚至要告诉外面的国家说 我们北韩其实粮食是很够的 甚至我们还可以说 澳洲人吃不到的什么 黑天鹅 或者他们无法想象的 竟然被包在上面 是黑天鹅 在北韩的话已经所谓的培育成功 所以我认为这个新闻呢 就我定调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宣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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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